所以在經過大概一個小時的計算 因為電壓點跑蠻多的 那2D的計算比1D的計算還滿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那它基本上大概跑到3.85V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來先看模擬的結果 我們可以開啟這個 這個是傳這裡 OK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IV 那因為我們剛剛加的是VD 所以我們可以選IQ 然後Project是Demo1 然後我們畫VD對 VD對IS 那這邊的電流 正號代表是流進去的電流 負號代表是流出去的電流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正號電流的話 你要畫IS 然後再來就是Trip寬度 所以Trip寬度呢是0.02公分 所以你要把那個電流 那麼來是電流密度 OK 所以呢在這邊你可以畫出剛剛的IV curve OK 那你也可以畫所謂的 就是畫所謂的 就是畫所謂的 Log Y Log Y的話 你會看到電流是這樣 掉下來的 OK 這是它的IV的特色取向 OK 接下來呢你可以畫所謂的 IQE 對電流 不好意思 應該是 電流 對IQE的做度 OK 那你可以畫 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裡 這裡它的IQE的曲線 好像這裡 電流大概是100 100MPCm² OK 所以如果你照剛剛的畫法 如果你畫VD對ID的話呢 那你可以畫一下 可以得到它是一個副子 因為它的電流是流出去的 OK 所以呢 這邊的電流會是副子 我基本上如果想看正值的話 那你就可以畫所謂的 IQE IQE ID OK 那就可以得到正確的電流 那記得要做Normalization 那這邊有零點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 電流呢大概是在 20mA 大約是在3.1V的位置 所以呢 我們可以畫一下 它的2D的DATA 然後可以看一下 下在电压3.if 可以画一个2D的做图 点下去按这个Prod的按钮之后 稍等一下,根据Mesh的大小 可能会有不同长度的时间 所以这是它的Potential的做图 你可以看到这是有电极contact的地方 这是没有contact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source content的地方 这是它的Potential的做图 可以放大来看 quantum wheel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边有明显的 6个quantum wheel的整图 在这个曲线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除了画EC 当然也可以画EV OK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边 可以画EV OK 那你也可以画所谓的 沿着 沿着某个位置来画 比如说在1.6的位置 所以Fix as add 大概就是1.6E-2X 就是getcontact的位置 那你画所谓的EC 可以画 那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conduction band OK 那你可以hold down 然后画EV Prot EV 然后呢 画EV EV 那可以画 EV EV OK 那这里有一个范围的问题 所以 先把它关掉 OK 所以我可以画 EV EV 然后呢 拨打 EV OK 那我们再来就是 EFN 然后再画EV 然后再画EV OK 然后再把它放大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点 这是我们的 代 这个结构图 OK 那同理呢 我们也可以画 所谓的 就是 沿着这个方向的 发光的图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Radiative 当然 这里就不要厚当了 我们可以画 Radiative Prot 可以看到 诶 在这个 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Radiative的分布 OK 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 横向的Radiative的分布 那如果可以画横向的话 Y 那 quantum wheel呢 你当然可以画一下 看 因为刚刚是十十三 所以是十三 那十三 乘以 五 乘以六 好 就是 78 所以我们来 4.077 1-4 的位置 然后 连着Y来画 看一下 这是它的 Radiative recombination 是我们的分布图 OK OK 那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里是不是最佳的位置 可以事实上 可以再 调整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有 4.078 可以画一下 这里先来 就是在Quantum wheel 外面 外面的位置 4.077 就是 4.078 4.078 好 那这是它的发光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明显的 Current Clouding的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 回到2D的图 看一下 就是 如果你来看3.1V的时候 那 你可以看到 它的发光的分布图 在这里 要再把它放大来 看 光灯位的地方 这边有很明显的 Current Clouding的现象 OK 那这位置呢 大概是在 Y等于 4.0 可以放大 你可以看到 这里 Y 你看到这里 大概在4.075 0.75 if 可以说 fit Y 4.075 if -4 那就可以画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还是 那这边这个呢 基本上 应该是Mesh 比较粗的 手上才是 也稍微不连续的一些 一些现象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持续加大电压 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你可以画 hold on 你看到 诶 这是加大3.5 发光 这是电流 你看到 clouding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那当然可以持续到 3.85 3.80 画看看 clouding的现象 会越来 好 我们把称之称之为 叫Current Clouding Current Clouding 的问题 好 那 那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radiative 的话 那 我们看一下 就是2D的分布 再回到 3.8 3.8 3.8 再电压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 你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可以再放大 你会发觉 发光来讲 它都集中在第一个quantum world 就是最后 最后的 quantum world 后面的quantum world 基本上都没有 都没有广场 OK 那 你也可以看 有没有其他的 no data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 none radiative none radiative none radiative recombination rate 分布 OK 那 你如果画none radiative 你看 它是有一个分布 继续发放大 这是none radiative 的分布 那 你也可以画所谓的lock 那 如果是用default的话呢 那 你可以得到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范围 那 比较大的范围 你可能会觉得 嘿 这样不是很合理 但是有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 那 你会不要 OK 那 我们再把范围呢 再缩小一点 1 22 颜色范围 再修改一下 它的low scale 颜色范围的话 那 我们看到了 这个图 它就有一个这样 这样的一个 锐叠体 那锐叠体的 一个分布图 OK 那 再来呢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设定 当然 你可以检查一下 你的那个 材料的参数 是不是有设对 比如说 region number 可以看一下 诶 这是没有当初设定的 区域的号 是不是对的 再来就是 当初设定的doping Adobe 到底是设多少 OK 好 那 再来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 其他的 Lifetime 设的猜数呢 是怎么样 它这里面的都会有一些 一些猜数值 它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 Information 你可以来 Investigate 来观察 可以说 可以说 最后可以看 Radiative 看一下就是 如果今天要画 js 对 iq iq 的做图 可以画 好 然后 那 就说 我们再画 non-radited 这是non-radited 的图 然后再画一下 Ojet的Loss OK Ojet的Loss OK OK 那 这些图画完之后 最后呢 如果你需要RAWDATA 那这里呢 你可以在里面 来找到不同的RAWDATA 还是它有电压 VD 因为你刚刚apprised VD电压 然后VD对VS 做图 可以得到了 所以才有RAWDATA OK 好 无法 做法